悬崖绝壁上的幼小植物 想要得到它的人 必须拼上性命 孤懸空中 我说这说着都摔坏了 12个 都都摔死了 就来把骨 几个三根 赶紧加一切 极端的危险背后 暗藏着巨大的财富 两个回天 这是市场价 每一年的金钗采集季节 崖壁上的采药人如期而至 有人满载而归 有人赔上身家 这是一个关于财富 与冒险的故事 金钗一种中国传统中药 在本草纲木中被列为上品 今天它的市场价值已经达到了四万多元一公斤 河南省西侠县太平镇 中国中部一个偏僻的山村小镇 位于拂牛山脉最高点 鸡脚尖下 中国最优质的金钗就出自这里 人山 太平镇上声名显赫的金钗猎人 与镇上其他村民不同 人山不需要靠土地谋生 除了上山打猎 彩金钗 它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在这里消磨 郭建海这几天正在为上山彩金钗做准备 郭建海的家细心存 距离太平镇二十多公里 二十多年前因为与人打架做了八年牢 期间妻子与他离婚 唯一的女儿也已经出嫁 郭建海一直一个人生活 当地村民主要以种植中药材山猪鱼为生 但今年的一场大旱 导致山猪鱼几乎绝收 郭建海一年的收入来源被全部截断 冬天到来之前 郭建海必须找到这一年的嬴生 我都没有 我就是没有了 我才没办法 都该去没有 那你们一早去能这样一个上坡不能 不得不得 没事 没事 哎呦 都是那张天 都是圆圆都是跟人忙 这个头不开手 哪头不开手 要么就不开我 我说你要是能去了 不能我开车过去接你 人缘不足 郭建海有些着急 当地人很迷信上山的时间 郭建海专门找人看黄历 定好了日子 没想到临上山前 约好的人都去不了 一旦到了十一月份大雪封山 今年就再没有机会了 再过两个月就是春节 女儿全家都会来拜年 对于光棍汉郭建海来说 那是他一年中真正的节日 他得多准备一些年货 而这些都需要钱 李小飞在西霞县城经营着一家山珍特产店 因为老家在太平镇 他对金钗多少有些了解 前几年他也开始涉足金钗生意 我是怕了一部分石的一部分杆 杆的这种是那些45颗 石的我大概就怕了五六颗 那实力也花三十多颗 感恩在十五颗成成十五颗 李小飞的店里 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金钗制品 金钗 多年生草本植物 兰科石壶树 又名金钗石壶 因为金布行似女子带的金钗而得名 本草纲目记载 金钗可强扬一经 定神除精 补肾毅力 轻身延年 千年一来 他一直和灵芝 人参 东虫下草等 被列为上品中药 扶牛山 处于中国南北气候的交汇点 东西地形的过渡带 昼夜温差大 十分适合金钗生长 这里是最为优良的野生金钗产地 扶牛山金钗十年才能生长一厘米 生长速度最为缓慢 这是他独享金钗家族的尊贵地位 同时也作用最高昂的身价 但是想要得到金钗并不容易 金钗生长在海拔八百米到一千二百米的悬崖峭壁上 打金钗的人必须腰际绳索 伸下悬崖 四处探寻金钗的足迹 这将会是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冒险 太平镇距离西辖县城近百公里 位置偏僻 交通不便 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山 在河南这个粮食大省 这里却由于缺乏耕地 很少种植小麦和玉米等农作物 人们过去主要依靠采摘中药材为生 经济十分落后 仁山的父亲也是一个金钗猎人 不过在那个温饱还无法解决的时代 金钗并没有对他的命运有多大改变 他这么认识手指也大得很 那一辈子没有相应天赋 我今天生那个时候也五块钱一两 那一生吃食堂那个时候 这个啥子有几天没有见过两块活 都吃山上的野菜 人都干得难受 都不能踢到那个时候 就是啥子都不敢想 人家我三天那个时候 我都把时候掉下来 因为家庭困难 仁山直到将近三十岁 才娶了腿有残疾的妻子 仁山也尝试过做生意 但始终没有成功 反而欠了一屁股债 那是我们孩子小林哥的事 我们当家我们那间生气工作 那间生气他就给我们离婚 迷个离婚 从那中间生气同胀 那人走匹运不得了 弄啥不着啥 想啥你 他是挣钱生意 去啊 人手都是都赔钱 我人走运气了 那往下见 你想不到了 你都给 都弄了钱 十多年前 人山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机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和生活压力的增大 处于亚健康阴影下的现代人 对东虫下草 金钗 人参等养生补品的需求 迅速增长 金钗的价格迎来了第一轮飞涨 短短几年时间里 金钗的身价就翻了上百倍 接着2008年 已经达到数千元一公斤 金钗在悄然改变着偏僻的山村小镇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打金钗的队伍 太平镇一半以上的人都在从事与金钗有关的生意 每年五月到十月的金钗采集季节 山上随处可见打金钗的队伍 太平镇一个普通农民一年的收入 只有一千多元 打金钗如果运气好 一天就可以挣到上千元 巨大的利润 让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个行业 不过巨大的回报后面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我们这个大约我说着都摔坏了12个 这都摔死了 都是下来有时间是绳子摔了 有些是绳子困完差了 这个啥子摔死了 有些是他捞着这勺子 干勺子 这个干勺子一摔 摔坏了 张林 今年六十二岁 曾经是和仁山一起打金钗的老伙计 一次意外 让他再也没有了出坡的机会 一摔 两岁带我 手掌掌掌 两岁带我去 来把骨地下三根 干子炸一千五 这个铁 这个不老个地刀和头露出 用地刀去露出 看那个白铁 现在张林在家中养鸟为乐 偶尔自己刻点木雕 郭建海并不是职业的金钗猎猎人 但是在巨大的诱惑面前 他决定冒险一事 被我生 洗礼烟火 万明 你们都说这是万明前 不怕 请不知道什么要怕 说实话 没有孩子 也没有爱人 真正要是福达 那天要是出事 那是命中尊鸟 我相信命运 费尽周折 郭建海找到了几位 曾和自己父亲一起上山打金钗的老伙计 七十岁的张永安 六十岁的张铁蛋 和四十五岁的张宏伟 虽然不是最理想的组合 但郭建海没有选择 那个小水 那俩我一个人最喜欢的一个 你们我一大吃 他们要去的地方 是距离村子十几公里的黄石庵 郭建海不是贸然前行 多年前 他曾在一处山崖下 闻到过金钗的花香 再往前走就没有路了 接下来的两天 他们完全要依靠步行 早上六点半 人山准备上山 金钗采集记到来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 他们都要在山上寻找金钗 金钗多长两瓶水 一两瓶水 三个老汉就卖的 我在上京都吃鱼了 这上的高西洋鱼 这上我西洋鱼的偏高 吃了一会再能上山来 走 走 从脚步踏入大山开始 一场没有硝烟的竞赛 就开始了 稀有珍贵的物种 往往难以寻觅 金钗对生长环境的要求 十分严苛 静谧无声 半音半情 听见水声 又看不见水 最为宝贵的财富 隐藏在人际罕至的地带 谁能先找到金钗 谁就能拥有 获得财富的机会 今天 李小飞的店里来了一位买主 李小飞家里的这些金钗盆栽 都是从山上移植下来的 与加工过的干金钗相比 很多顾客更喜欢这种新鲜的金钗 虽然现在金钗已经可以人工养殖 但是大多数人 还是更认可野生金钗的药效 最近几年 金钗在市场上的走鞘 似乎成为必然的趋势 李小飞开始着手今年的金钗采购 但情况似乎不那么乐观 我记得你屋里不是还有点金钗 有多少吗 从来你回去的事 好 活着是乱 人山对于金钗有着一种天然的痴迷 过去的几十年里 为了寻找金钗 人山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好跑 反正听说那个 反正我到去摸去看看 亲自去试这样一些 我在那家里我有三天在我都有病 我只在泡泡了 啥子要泡就去 这都不好受了 在几乎没有人涉足的原始森林中行走 危急四伏 看着有这边 塞坟乱 我去看看 帮着 把梧子 瓶羠 没水喝了 帮下来 帮下来 木的人家有哪个不哪个 我给我装下来 也不是 你 不 你 它摘了一种饼 长得赖 赖伤 这个东西原来做得很 前四年头的 摘了个传染饼 黄丝的大堆 郭建海已经到达临时塑营地 有点甜 咱下午是做的先开始 我这个行了 经过长途跋涉 他们终于来到预定的山崖下 寻找金钗的方式 有两种 一种是在山崖下 一种是在山崖下 有没有 人山的妻子陈喜如 从不跟随丈夫上山 他在家中管理金钗的生长和销售 如今 人山不仅自己上山打金钗 也收购其他人才的金钗 凭着几十年的金钗经营 人山成为了金钗行业中 货源最大的一家 很多买家慕名而来 去年一年 人山就卖出了25公斤多金钗 我想最少还有四十个人 在山上 都在给我搞 也下午打劲 这几十个人 出到一拖子 自然说现在才有 才四公斤多一跌 不到五公斤转 我就是等着这个45公斤弄下来 我就跟那会 就关一段时间 靠着出售金钗的收入 2010年 人山花了七十万 给两个儿子在县城买了房 在这个山村小镇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但是这也几乎花光了 人山所有的积蓄 因此他必须上山 李小飞不愿再等 他开始下乡收购 连续几年席卷式采摘 扶牛山的金钗几乎绝迹 野生金钗越来越难以寻觅 我也说是我一过打电话 说这个 说是有几个好些三两斤铁 也是古原谋的 说是大概有三两斤铁 我说你走着哪呢 你走那先去看 看看价钱 都有钱 买 然后给他凑了钱 我开了车回去 打着我钱回来 他一人跑到他家的时候 他家族就两人在等着 都是没救 最终三两斤铁三人分 李小飞的收购出现了困难 天色已晚 郭剑海回到猪处 满怀希望地寻找 结果一无所获 不过最高处的山崖目前为止几乎无人到过 那里可能是金采最后的生长地 郭剑海和伙计们决定 第二天动身向最高处的山崖进发 这一次的路途注定更加艰险 我回忆了约会的跟着 给长辰喝 我回忆了约会的跟着 我回忆了都打进去门一下 咱那行李都得跟他落 在行李都得跟他落 咱行李都背下去 背下去聊成鬼话也就是啥 嗯 嗯 有什么 有什么 啊 啊 闯不了啊 嗯 不了啊 好 看他走那个是鞋吧 人的路 什么鞋 是 这路是一种的 就是万化 我家人正不在意 我家一球 哦 一呀 走 走 走着 半岸路都是跟着 那是 我文件那个时间 文件滑翔系统是给这个位置 走着转圈上来高行 行李往这高上 能有几根深啊 十万几根深 郭敬海终于到达 最高的山崖下 上山的难度 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那时候那一波 全部是振 可不好振 那里振的 线打下来 高着上 有线才都能振 这是通达目的地 最快捷的一条道路 他们必须迎南而上 这地方可是过不去 过不去 没人上 这是好处啊 没人上 没上 那就说不了 还有油 这四十足啊 咱俩就能够过来去 山中的天色很快就会变暗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再一次 再一次 有个雕刻嘛 雕刻呢 他不是拿雕刻 现在不是台铭线 说谁他都跟他硬着 经过几天的搜寻 荣山终于发现了金钗 今天 仁山把下崖的任务 交给了弟弟仁宗伟 仁宗伟从另外一个地方上山 仁山在山下等待 几个小时后 郭建海和伙计们 终于成功到达最高处的山崖 凭着多年的经验 张铁弹先下第一声 当能听见水响的时候 张铁弹停了下来 这里是最有可能的金钗生长地 一旦找到金钗 市井就能成功一半 市井就能成功一半 这根根不拽啊 根不拽三种 仁山打金钗的过程不太顺利 由于判断出现了一些偏差 绳子的长度不够 这就意味着 还要再从悬崖上 扔一根绳子下来 跟原来的绳子系在一起 这个过程并不简单 调整绳子的时间里 任宗伟只能踮脚 站在岩石上等待 如果他脚下的岩石发生松动 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 张铁弹似乎有所收获 然而张铁弹踩到的 只是一些每公斤 几十块钱的石脉 并不是金钗 好 看看这些 这也不然是什么 没打工 真是好出发油 哎呦 十九美多零 只踩到石脉的结果 让郭建海有些不甘心 他要亲自试一试 这是他最后的赌注 老彪 我要放 半个多小时后 绳子的问题终于解决 放 咱放亮吧 咱放亮吧 好 站起来 站起来 不是站起来 之后 人山发现 弟弟任宗伟 还是采了一些 比较小的金钗 这让他很不高兴 郭建海还在进行着 最后的找寻 现在要夹着一样 一片子 先去看看 有个金钗有个相似 郭建海已经没有 更多的线索 如此下去 耗费更多的时间 也不一定会有所收获 这次历经波折的出坡 只能无果而归 金钗并没有改变人山太多 不过他却改变了 任山全家的生活 任山的儿子任县潮 如今在西霞县城 经营金钗 没有门店 没有宣传 但是买家还是源源不断 人都现在全部都能下来 大部分都知道 该要什么都要 那个吃素啊 你吃素个时间 三个时间 那不够说分的这个人 任县潮和弟弟 如今都生活在西霞县城 他们很少再跟随父亲 一起上山 与父亲相比 他们过的是另一种 截然不同的生活 这些城市二两宝 这卖钱都卖 卖个四五千块钱 不是 将近能卖五千块钱 没个信息 排队他又不想 改过来又没个到庆 年轻们 我还知道 也好问 就是这样 南南派上去 低了跟下去 我还是在这个东西 都富卦了 想及时长高了 结果你老下去 在个牢上来 跟他们买条柔柔柔柔 你这样不是我样的 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吧 你把人家的 别人有那个体力 没有那个体力 也不行 任山很少去县城的儿子家 对于儿子的生活方式 任山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已经有钱了 不就够 咱啥子都没命破了 大伙子装修出来 已经 用了十八 我也吃过破了 他们又吃过破 他不知道 他吃库是啥 暂时相对 吃库了 这个啥呢 你这些 歇射长流 他们是 结果有了 结果花 结果没有了 再去抓茬 就是这个成的 天人 在西区的山珍门店 几乎都摆有 各种各样的金钗制品 最近两年 金钗的价格上涨很快 仅仅去年一年 金钗的零售价 就从每公斤两万元 涨到了四万多元 飞涨的身价 也让市场上 各种惯以金钗名义的商品 越来越多 这钢尾它是 这几片装五十颗 这不算好 两层多的都买完了 还有六层多的也买完了 如今 在西匣和周边地区 金钗已经成为一种 贵重的礼品 身份的象征 一些人已能够收到 一株金钗为荣 对于他们来说 金钗的实际价值 到底应该是多少 似乎很少有人关心 我感觉它又不是 啥一个特效语 反正我没有听谁说 这个东西 那个病之后 现在人们都认识 哪个价格高 哪个就是好了 哪个价格低 哪个就不好了 走这个经济 以后 也很可能会涨到 十几万 也有可能 因为太细少 虽然金钗的价值 到底应该是多少 没人说得清 但上次失败的 打金钗之行 还是没有让郭建海死心 几个月后 当我们又一次 来到郭建海家时 意外地发现了一株 刚刚踩下山的金钗 为了踩到这株金钗 郭建海还扭伤了脚 我是因为有株 我自己有株 每年我都好去 每年都出几回无法 总能耗着 那个石头和别不一样 站到那个地方 站到那个下面看 看着那个世界还没开花 看着老巷 看着老巷 顶不顶 顶不顶 这后来这个 把圣北上帮到树上 你知道这个 大银材帮了爽 老子生下来 下来看 一看都是 这是一棵正宗的本山金钗 大概有四两种 按照目前的价格 应该价值六千元左右 不过 时间已经过了两个月 金钗还是没有卖出去 知道的人多了 来我家看的人也多了 但是我都没给他 他给你价格不行 也就是说 一传过的价格 我不给他 郭建海的金钗 迟迟没有出手 仁山家 却从来不缺少销路 今天 仁山的家里 迎来了一个大客户 这两天也十二十分之后 他是长辈子 一路是干扰 那这位 你也不在乎他 你给我干 你给我 那我再说 你什么玩呢 那我再两万五人 那他不放了 那你给我刷谁家 不中了 咱们都四五九十 你给我刷那哪 一万八 咱俩一万五 我哪个一万八 那一万八 没你挣下货也不少 那一万八不中了 中了咱们都四五九十 终于咱不能装 你就是装了谁 我就装了一回钱 咱们就是这样 就被找位子都是干 那你撑吧 撑吧 所以 所以做好券 我也就贴了 一桌金钗 就是上万元 买卖双方都小心谨慎 一公斤 一公斤六两半算四 你贴你自己撑 一公斤二两半 要么二斤半 六斤半 嗯 这两倍是 这两倍是一万六 一万六两万五 三万一 郭建海没有等到买家 却等来了警察 就在两天前 有人告他的金钗 是偷别人的 而告他的人 是曾经一起打过金钗的 老伙计 张铁蛋 金钗 他说是他给这个 再也不知道 要是一个好朋友 现在等着 发言结果出来再说 够什么行事案了 够复够这 要是如果 我好你金钗了 我给复杀也这 我复杀也这 如果我没有好 但是对不起 我得要一个 要一个恢复 他那不是有我 去的 这四口 这四口 这一切 这一切我还去 看看 还等我 去荒山 走过去 走过几天后 回来 金钗掉 我丢了鱼 他这头用了鱼 他这还没有了鱼 我也不会采一趟 我吃金钗 不是弄的 我东西 你啥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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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你记住 说话 你张嘴 说话的时候 你的口里清楚 你说的话 你这句话 不在意 还是我那东西是丢 人丢 这 这都是不加 丢不丢 反正我不知道 跟你说明白 警察带走了那盆金钗 他们要通过化验 确定金钗的最终归属 金钗 高昂的身价 让两个老伙计 反目相向 这令郭敬海 十分郁闷 今天云取河浪 我是自己不厚一年 因为寸了 这更久 若是不厚 到有事情 有事情发生 不过 今天 家里难得的 来了客人 女儿带着外孙 来看郭敬海了 女儿的家 在千里之外的 另一个县城 去年春节 因为大雪封山 没有回来 这也是她一年来 第一次 回来看郭敬海 奶奶 走来 喂喂 喂 跟我来说 就是在千里 我妈和我姑娘 回来 她问我 姑娘问我 问我这个 你谁啊 来玩家吧 那句话叫 你听了一话 我都听了眼泪 对于习惯了 翻山越岭的 郭敬海来说 抱起外孙 显得有点笨拙 你看你喊 水里跳过去 这年是公宵会 我是最害怕 抱宵会 抱不住 以后都 八年一生 都奶奶小的时候 我都不老抱 从前都是干活 回来都是 抱一半回 这平常别喝酒 一般都不操心 你这喝个酒 再开一个车 多危险吧 一辈子成年的话 也喝完 坐鸡 一坐鸡 一个人 各家坐鸡了都想 就想找的人 坐在他喝两杯 喝酒喝醉 啥也不行 原来就是 各家都是呢 一天坐 都还有酒 一个人也有 然后各地住 坐在吃 各地各地住 习惯了 晚上吃饭时 郭敬海破天荒的 没有喝酒 有点麻 有点辣 哎呦 你看你 哎呦 你看你 哎呦 你看你 哎呦 嚼龙龙啊 不大地 日子不大地 都最长大 哈哈哈哈 都最长大大 哈哈哈哈 在看这儿 妈妈吃不都不一样 是吧 爸 走去 记得吃饭啊 走去 走去 走去不吃饭 走去不吃饭 对胃不好 嗯 从前说 吃着也不知道 一干活啊 所以我走去 走去 真的都不好吃了 爸爸拿了我都 你不睡了 拿点下去 拿点下去 你要喝 不 不拿 给你喝 爸爸拿我下去 你收拾 行 你收拾 打电话 嗯 你回去吧 爸爸 行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帮着他 帮着他 帮来帮来 你回去吧 行 你慢点啊 行行 几天后 最终的检验结果证明 郭建海采到的金钗 与张铁蛋无关 警察也送回了那株金钗 但女儿的这次回家 让从不知怕为何物的郭建海 做出了一个决定 腿伤好了之后 他不准备在上山打金钗 而是希望过一种更加稳定的生活 李小飞最近没有去收金钗 在他看来 未来的金钗市场存在太多的风险 而任山还是会继续金钗猎人的征途 对于他来说 那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他并不希望后代再重复自己的生活 金钗日渐稀缺 任山很可能会是最后一代金钗猎人 我就是暗号 不上河省抓紧 真是说放我门 那他们脑袋说 救了吗 不干了 也后来跟我跑了 我说你不能 这种人太贪选了很了 你一步不操心 就算 都没命了 你带来 你带来 我人家 你带来 你带来